人的甘露心 化成了甘恨的心 修禅静的时候 就有五种准备的事情 要调五条 第一是调饮食 第二调睡眠 折服这个睡眠盖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但是我们一定要弄清楚 不是让你不睡觉了 如果不睡觉的话 人很快就衰弱下去了 根本就无法修行 即使佛他也视线要休息 虽然他躺在那里极强卧 佛其实不需要睡觉 佛也根本不需要吃饭 但是他仍然要视线 他要休息 要吃饭 要做给众生看 修行要保持中道 不可以过分 就像刚才说 驾驭牛车 不可以过多 不可以过少 佛在经典里面 还用这个调琴弦做比喻 你要弹好的声音 那个弦 不同的弦 再要定到不同的高度 你把它定得太高 弹不了几下就断掉了 你把它定得很松弛 弹不出美妙的声音 那个琴也不是 不是只有一根弦 不同的弦 定不同的音 那调琴是这样 调自己的修行 也是如此 调睡眠也是一样 如果你贪图睡眠 想调的少一点 那有两种方法 供大家参考 一种是你的色力强健 你修行猛烈 那你可以用比较猛的方法 你三天三夜不睡觉 第四天你睡上一天 第五天睡觉自然减少 只是不能弹 一弹就弹回去了 它有个弹性 你坚持住 以后就可以少睡 如果不行的话 你就更多的时间 因为我有个体验 所以我说这个话 但是我不是自觉的 我是被迫的 那在山洞里闭关的时候 我也想达到这个目的 结果发现不行 那少于六个小时 白天一定没有精神 但是我还是想再少 结果就来了一个因缘 以前在高雄讲的时候 曾经讲过这个故事 就是我的牙突然就肿起来了 这个腮部肿得很大 而且非常硬 碰都不能碰 整整的疼了一个星期以后 一直到自己溃烂 那个牙床流浓 把那个坏掉的东西流出来 慢慢的才自愈 那在这一个星期里面 就没有办法睡觉 那不是我不想睡 实在是不能躺 身体一倾斜就疼得要死 那个时候念佛功夫 也就大大的增长 因为要不念的话 就不能够分散 这个对痛苦的专注 痛苦的力量太强 把那个十心六十心 都拉到注意那个痛上面 那就全要靠念佛 能够忘掉这个痛苦 有一天困到没有办法 就说我身体倒下来 那个痛苦也压不倒睡眠 他就睡了 当时很奇怪 我还看了一下表 那等我痛醒以后 我一看我只睡了三分钟 七天里面只睡了三分钟而已 没有办法 日日夜夜就不断的惊醒 被迫的 不是我自愿的 没有办法 但是七天以后 这个浓流出来好了以后 我只睡了一天 而且没有睡够24小时 只睡了12个小时多 我这个我还记得 大概睡了13个小时就醒了 从此以后 每天我大约需要三四个小时 白天中午也不用再休息 而且头脑一天都保持清醒 所以我想这个方法 如果色力强健的人 一直坚强的人 可以一下制服睡眠 我所以讲这个话 是有这么一个根据 如果色力不强健 就需要一种持久性 你每天减少一点点 然后靠长时间 一点一点的减少 但是你要坚持住 那白天瞌睡的时候 也不去睡 去做事情 或者换一种方式用功 这样的话 好比说你原来睡8个小时 你想睡到6个小时 那你就从7个小时50分钟 慢慢往下减 一天或者减10分钟 或者减5分钟 一点一点减 但是不能够减到6个小时 你要多减一点 让它再弹回去一点点 就比较稳定 好比说你能够做到6个半小时 可是6个半小时 还有一点点昏沉 好 你再给它增加10分钟 这样最后呢 不是睡到5个半小时 然后你增加一点点 让它慢慢的再回到6个小时 然后稳定住 许多人减肥减不了 也是不善于 既不能猛烈 又不能持久 那这就没有办法 如果这两个方法 你能用其中一个方法 就没有问题 这个 经文里边说 中叶诵经 以字消息 中叶的时候 本来是应该休息了 那有的人还要再用功一点点 那用功累了的时候就去休息 那如果有的人经历特别强健 那中叶 也可以睡 极少的睡眠 有的休息人晚上 只打坐 两个小时 那两个小时呢 不去观想 就放松 其实就是休息 坐着睡觉 休息 也就可以了 那个这样的人比较少了 它不是普遍的情况 我们要那样做的话 累垮了 那如果能够做到 那就最好不过了 总而言之 不要让睡眠 花很多的时间 耽误我们一生的修行 菩萨修行 就不空过 不空过 在不睡觉的时候 念念 都在维护自己修行的正念 你检查有没有正念的时候 你故意把心放松 然后隔一段时间 你去看 那个正念在不在 要起一个关照 不关照你是不知道的 起一个关照看 另外跟人说话的时候 打电脑的时候 怎么样用功的时候 你有一个反观内照 就是说 心的四分里边 起一个正字正分 也就六十呢 你把它分出一分 来看看自己现在 那个念是不是保持住 检查一下 然后你会发现它在 或者不在 来检验自己 修行的功夫怎么样 如果我们不用功修行 那么这一生又空过了 又无所得了 那有的人可能要问 心经里边说 无知已无得 为什么我们说 还要有所得 其实心经里边也说 最后要得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还是要修行正果 要成佛 成佛呢 还是一个果 所以有德和无德 我们要把它弄清楚 说无德 是说我们自心 具足一切万法 什么法都不少 一切法都不是从外面来的 本身我们具足的 只是我们使它能够显发 使恶法减少 善法增加 转换内心的种子 那个种子的总数 都是无量无边 无增无减 说有增有减 是我们通过修行 恶法的种子减少 善法的种子增加 那转换种子 换种子了 比如说 别人骂我们 平常的话 我们会 心里边有嗔恨心 不高兴 这个还是恶种子 又回去了 但是我们 发慈悲心 发忏悔心 是因为我们修行不好 人家才会骂我们 这样的话 回去的种子 是好种子 这个种子 就已经置换 我们应该正念思维 当年无常之火 烧烛事件 无常 无常就是刹那变坏 最终就消失 我们看一看 世间法 哪一个法不是如此 任何一个法 它有生起 然后也有坏灭 中间呢 有的过程长 有的过程短 比如我们人的身体 在出生的时候 就是活几十年 上百年 然后就没有了 这个时间就不长 那我们看一座大山 它存的时间 就比较长 但是最终 连这个地球 这个太阳系 都会毁灭 所以的话 地球上面的一切 当然也会毁灭 它有生 一定会游灭的 我们修行人 要知道这个道理 不要在那些 无常的事物上 抱那个保持的心 好比说希望自己 能够活得很长寿 其实长寿 不见得是好事 你活的岁数那么大 最后色身越来越衰 走也走不动 老眼昏花 听也听不清楚 人家人人都讨厌 活着干什么呢 那不如早一点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或早一点转世 成为一个小孩 继续修行 比较更好一些 所以修行人 不管他了 过去修行的 那个业力 多大岁数 就多大岁数 就好了 不去贪求这个事情 因为无常 你贪也贪不到 世间的一切 都会被无常之火 烧得干干净净 这个一定要明确 你据再多的财产 也没有用 也没有用 只有修行有用 因为修行得到的 善法的种子 永远不会丧失 来世的时候还可以用 这个是一直跟着你 所谓 纵经百千节 所作业不亡 恶业善业都会跟着你 所以我们要 多多行善 不做坏事 然后把善法转化成清净法 使我们恶法的种子转化成善法的种子 恶法和善法的乃至无忌的种子 都变成清净的种子 应该早求自度 悟睡眠也 度佛 菩萨是帮助我们修行 启发我们修行 教导我们修行 其实最后修行还是要自己修行 就像别人买来菜 做好饭 吃的时候还要自己吃 吃到自己肚里 才能解除饥渴 别人做了 放在那里 你不吃 不能消除你的饥渴 别人吃了 也不能消除你的饥渴 所以修行是自己的事 还是要自己来度自己 如果求的话 除了求佛菩萨帮助以外 还是要求自己 还要求自己 你管求别人 不求自己 你不用功的话 还是没有用 物睡眠也这里说的是 不要贪图睡眠 并不是说你一点点都不要睡眠 说猪烦恼贼 尝试杀人 因为这个烦恼 向那个恶贼 潜伏到你的家里边 随时都准备杀害你 这么可怕 这么可怕 你怎么敢睡呢 修行的人 在晚间醒来的时候 因为晚上有时候可能 要方便一下 或者有什么动静 就醒来一下 那个时候 他要是检查自己的正念的话 那个修行好的人 功夫成片的人 正念一定还在 一定还在 念佛的人 那个时候 直到自己内心 一定在念佛 没有问题 这也是检验功夫的 一个方法 不可以啊 没有警觉 让这个烦恼 怨贼啊 烦恼这个毒蛇啊 来破坏我们的修行 那这个烦恼的毒蛇 在什么地方呢 睡在乳心 所以心就是 社宅 烦恼的这个毒蛇 其实就睡到我们心里边 我们看看烦恼 是在自己心里 还是在别人心里 是在我们内部 还是在外部 我们检查的 我们检查的话 烦恼从自己的内心生起 不是从别人的心里边生起 比如说别人说我们闲话 那是我们听到以后 从我们自心内部 生起的烦恼 而不是从别人那里 生来的烦恼 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 就不会怨任何的人 不管人家如何加害我们 对我们不理解 说种种的语言 其实烦恼 还是从我们自心里边生出来的 我们要怨的话 怨自己没有修行好了 要发惭愧心 知道自己修行不好 才会有这种果报 这样去思维 就好 加紧自己的修行 就好像毒蛇 睡在我们屋子里 那我们都要用持戒的这个勾 持戒 持戒包括呢 要减少睡眠 不可以贪图睡眠 来屏除这个睡蛇 睡蛇被屏除以后 我们才可以安眠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把破坏我们的修行 贪睡的这个心去除以后 我们才能够在正法里边安住 如果我们不能够这样做 我们就是一个无惨无愧 不知羞耻的人 佛在这里边说的很严肃 非常严肃 你看最后一句 如果无惨无愧 于诸禽兽无相亦也 和畜生没有多大分别 因为畜生不懂修行 畜生不懂得惭愧法 有惨有愧 这都是善法 佛在经典里边说 残齿之福 于诸庄严最为第一 惭愧的人呢 就知道能知道自己错了 错到哪里 而且感觉到很丢人 应该改正 应该勇猛精进 这样的话 当然就能够庄严自己 用什么庄严 用修行庄严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两种庄严 一个是福德庄严 一个是智慧庄严 那我们要从这两方面检验自己 到底修的怎么样 现在很多人 修福报比较重视 修智慧呢 就不敢想 这个是错误的 我们修福报的目的 还是为了能够修智慧 所以要逐渐的转换到修智慧上面来 使我们能够同时得到两种庄严 而不是仅仅一种 如果一种的话 那是非常不够的 说一个人 如果离开了这个残齿的心 就会失去善法的修行 失去善法带来的功德 即使你过去有 修到一定的功德 也会失去 这是因为无惭无愧的原因 只有有惭愧的人 才会有善法 这一点对我们修行人来说 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要经常检查自己 是不是在善法和清净法里边安住 我们不能做一个像佛所批评的 像禽兽一样 和禽兽没有什么区别的人 我们不能做这样的人 我们应该使佛欢喜 怎么样使佛欢喜呢 就是要如法修行 如理作义 如法修行 做一个有惭有愧的人 经常用惭愧的边来边策自己 我们在修行当中 不可避免的 有种种的疑惑 我们要把这些疑惑呢 按照类别 分析一下 看看我们 现在修行 到底遇到了哪一类的问题 然后好 对症下药 去把这些问题弄清楚 找到正确的答案 然后如法修行 分类的方法有很多种 比如 按照界定会三个方面来分 你的问题 你的问题主要是在界上 还是在定上 还是在会上 那在某一个 每一个方面又可以分一些层次 看你修行到哪一个层次 这样来检验自己 我们不可以盲目的修行 年年年月月就这样 大耳化之 龙耳捅之 这样修行 蛮含龙捅 不会有什么结果 一定要做一个 清醒的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修行人 好 这一讲 我们暂时到这里 下面的内容 下一讲 再继续讲 下面我们做一个简短的回向 愿消三丈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普愿罪障惜消除 世事常行菩萨道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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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生命电视台 阿弥陀佛